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李作恆 首先要來邀請這一節要參與我們討論的來賓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董志生 董哥 大家好 新聞室議員葉元芝 中文好 大家好 好 我們要先來關注 這個柬埔寨風暴 現在也延燒到執政黨了 怎麼說呢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一開始 很多人說他是吹哨人 這是個網紅好棒棒 結果沒有想到 後來他就被外交部直接發聲明駁斥 說他講的這件事情不是事實 沒有想到在十八號的時候 外交部態度大轉彎 發言人說特別感謝這個網紅好棒棒先生 直接點名他 結果好棒棒他說感謝我有什麼用 他說重點在什麼 重點是這個受困者是要先把他們救出來 不要把重點擺錯了 是要他們來針對影片中的疑點來做回應 而不是你想回什麼比較好回的就來回 我們來先聽一下他怎麼說 吳釗燮 你出來解釋 外交部長吳釗燮 請出來跟大家解釋 請你出來給我一個交代 吳釗燮 給我一個交代 請你出來解釋 講清楚 不要說謊 我也沒有要散播恐慌 但是請你站出來解釋 你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請你們今天就站出來解釋 你們的順勢是什麼 怎麼就 要放棄嗎 還是什麼 我看你們怎麼當 我常不怕你 你常常怕我 你對不起我 他現在不是我對不起我 國家是我 國家對不起我 我也很勤一一的 在幫我的國家做事 我做這事情沒有領國家的錢 還要燒下來 我覺得我很對得起我的國家 但我覺得我國家對不起我 從所有我能做的 各位台灣人民 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們 好 就是這樣 點名吳釗燮要出來 結果沒有想到 隨即這一位網紅他被起底 說什麼他有一些黑道的背景嗎 現在要救柬埔寨的豬仔 結果竟然被這樣子抹黑了嗎 這個網紅他是發了千字文回應 他坦言確實他的父親 是有黑社會背景 但是不能選擇父親 但是有黑社會老爸又怎麼樣呢 跟救人想幫人是有關係的嗎 有傷害誰嗎 難道說因為生下來 就在黑社會的家庭 所以註定長大就要為惡嗎 而且他還說 其實他的爸爸已經是過世七年了 要大家不要再模糊焦點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焦點已經開始 風向要被帶到另外一邊了呢 你看到這個網紅他還說 不需要為了達到什麼樣目的 去揭露這個受害者的傷疤 別人不管做什麼 救回來台灣後 法律也會制裁喔 因為我們聽到其實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一直說該辦也要辦喔 那這個是重點嗎 現在重點應該是先討論 人權才是現階段要先探討的 政治不應該要大於人權喔 那這位網紅他還提到說 他只是為了要這個 為了國家做一些事情喔 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去柬埔寨救人 他沒有做任何叛國的事情 結果現在呢 點名了吳釗燮 難道現在連自己的身家背景 都要被扯出來了嗎 就現在你看到有人力挺他的好擔心喔 因為他說好糾結 會不會呢 講完真心話之後 這是這個廣告小妹 他就說從此以後 他要變成護黑使者了嗎 難道現在風向又要變成 他也是這個可能背景問題 要被起底了嗎 這個現在是不是這些啊 等於說大家呢 這個風向開始不斷在轉變 我們看到呢 還有說這個柬埔寨啊 是不是也變成中共同路人呢 因為你看到大陸就說 我們好 我們也出手 有台灣人困在柬埔寨 國台辦就說 如果你遇到的話 問題你可以來求助領事館 他們說高度重視 維護海外台灣同胞的安全 和正當協議 確實就有臺商說 尤其在柬埔寨 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 找這個大陸的外館 似乎更給力 結果沒有想到呢 這個蘇貞昌 他卻說柬埔寨受害人很多 問題是哪裡來 都是中共的問題 都是一帶一路 給當地帶來的這個暴起 暴落才會產生現在這樣的社會問題 那還有一些綠營的側翼粉磚等等 甚至就說柬埔寨就像是中共的傀儡 被滲透指數是第一的 怎麼現在柬埔寨的問題又變成是中共的問題了 那中介法呢現在大家有在說會不會啊 我發了這個文我不能再說了 因為呢又要變成下一個白色恐怖了 因為你看到PPE上有一篇 討論就說2012年我們知道有這個反媒體壟斷運動 到後來凱道啊送中秋啊大長花返和啊等等的 一路以來到了現在2022年這回顧過來 看起來真的都是笑話耶 因為呢我們過去這些出來說捍衛言論自由的人 可是今天在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笑說臺灣難道是做了一場十年的美夢嗎 現在這個美夢是醒了嗎 甚至有人就酸小英鄭南榮 這講的當然就是酸這個鄭南榮這位人 那PTT有民工誠實 他就說難道我們現在開始這個言論自由也要受限了嗎 是要向中國大陸看齊嗎 就連綠營人士民進黨的立委高嘉瑜 他自己也發了這篇文章 他說over my dead body 誓死要捍衛言論自由 當然這個又引來黨內的罵聲了 那還有這個作家苦林也說 如果中介法真的過關的話 他一定會和民進黨來對著幹 現在看起來好像風向不太對 所以現在NCC政院也說好吧 那我們先暫停公聽會 等這個會整意見後再辦 先請教政員哥怎麼看說 從這個跑棒棒的事件 到這邊現在我們這個言論自由 到底是不是沒有辦法說出真話了 這位年輕的網紅 對台灣做了不少事 跟他的29歲的年齡不成比例 可以說比大部分29歲年齡層的人 所能夠做的更多了 他雖然工作只是一個網紅 現在人家要攻擊他了 特別是民進黨的這些什麼 卸兵卸將 說他爸爸是黑道 所以他是黑道子弟 做這些事情好像是見不得光一樣 可不可以我們來檢討一下 那個漢奸的孫子都可以當國策顧問 我要講誰你們都很清楚 台間的孫子可以當院長 為什麼台間明明白白 台間漢奸的孫子都可以當高位 請問一下這個黑道的兒子 他也沒有做黑道 他就台灣人 那哪一點不對 他也沒有一點國家的薪水 不像那個漢奸的孫子 是從國家的工程裡面 撈到了這個波滿盆滿 我在講誰 你們大概都知道我在講誰 然後那個台間的孫子 在當院長還到處要禍人 所以我也知道你們講誰 不過現在NCC中介法 我就不講名字了 好啦 這個用這種方式 攻擊一個人的出身 如果他今天Bump 本身也幹過黑道的事 那你這樣講 還有一點幾分的道理 就人家爸爸都過世 對 就人家講什麼對不對 即使說 好吧 白人以前 張安樂以前幹過黑道 他這次救了二十幾個台灣人回來 那不然你要怎麼樣 你外交部你救幾個 你輸給我聽 吳釗燮每個月領 我們納稅那麼多錢 那這個是該你的事 或不要講別人 許國勇就好 內政部長不是管這個的嗎 那他救了沒有 沒有 對不對 那你有什麼聯好說 外交部先指責抹黑 這位好棒棒的網紅 然後接著就表達感謝 中間少了一樣道歉 你道歉了沒有 你該道歉 不道歉的話 這一關過不了 因為什麼 因為大家社會上在看你民進黨 就看你民進黨的誠意 你感謝是感謝他什麼 感謝說他把人救回來 可是你前面罵人家的事情 你道歉了沒有 你沒有道歉 就說不過去 至於所謂的言論自由 其實一開始推這個仲介法 我就是在看戲 看到底台灣社會會什麼反應 現在果然台灣社會開始 海嘯開始來了 理由很簡單 你民進黨有什麼資格 去通過這個仲介法 你把很多的媒體銷聲 現在民進黨是用很多的金錢 到處在搞媒體 你如果跟我暢反調 我就不給你這個工程 或者一個案子來承包 削減你的補助款 什麼都來了 現在的問題 你民進黨到底怎麼樣 那位PTT的工程師 講得非常好 怎麼樣 你要像這個 中國共產黨看齊 你要看齊也可以 你像樣一點 你就明白規定 哪些不能講 你知道嗎 在中國共產黨 不是你們想像中的 沒有言論自由 他只規定幾項 正面表類 這幾個人 比如說董志生不能罵 葉恩志可以罵 他是有類表 你現在不是 NCC中間會 中介法通過以後 幾乎誰都不能批評 尤其是民進黨人物 都完全不能批評 不管對受示威都不可以 事情不可以檢討 像我剛才那段言論的話 中介法通過 新聞大白話 那幾段話就抹黑 消音 又荒唐 我們不是要向美國看齊嗎 親美怎麼會親到半土 我們親美不是要效法美國嗎 對不對 美國會做這種事嗎 不會啊 不會啊 哪有一個美國的政黨 或者美國的總統 會去幹這種事的 可是奇怪了 整天說自由民主 高掛在嘴上的政黨 或者領導人物 怎麼今天開始找什麼NCC 我又不要講不客氣 NCC在民進黨的這種政權體制 裡面是什麼角色 我講話還客氣一點 如果碰到董哥 那就很難聽 也受到擔心中介法的影響 董哥怎麼看說 現在這個網紅的事件 現在網路上 難道不能說真話 未來會不會上他的案例 會越來越多 民進黨很怕網路 現在網紅都在幹政府的事 政府都在幹網紅的事 可是政府那些不要臉的人 就領錢 人家沒有領錢 3月22 5月22 他們就曾經對這個 好棒棒修理過 可是那時候的反應沒有很大 這一次因為整個柬埔寨事件 讓大家注意到 原來在杜拜曾經發生過 好棒棒這個事 所以網路討論就非常高 政府開始還很嘴硬 說不要以而轉而誤導民眾 那時候連這個台子 我都記得在新聞稿上 這兩天看說 網路都挺好棒棒 所以就趕快出來道歉 歐江安出來道歉 這就我們外交部的嘴臉 看到網路世界大家都挺他了 趕快出來道歉 因為這是影響到選票 就好像林志堅 網路世界大家都覺得 你就是抄襲 趕快退錢 探風向群 那我們看到民進黨的官員 他一向採取這個 譬如講 譬如講 昨天消聚會開記者會 他好心幫政府去查石斑儀 通通合格 但他覺得說兩岸不應該 有情緒以言 我們農委會主委出來罵 你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消聚會 馬上要抹紅 自視反應 民進黨就是搞這一套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台灣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都是在政府 這個政府因為它包山包海 最主要它包了所有的 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媒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網路 都它在控制 所以它可以帶風向 那我們看 譬如說最近 有人像張安樂 中華統一出現黨 他們把人救出來了 我們政府怎麼罵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對不對 他們扮演兩個角色 他們就是綁架的人 講得好像那個 結果人家把人救出來 你怎麼樣 你們只會去跟國民黨的立委 搶人 所以你看到其實 要救台灣人真的是不分黨派 我舉個例子 蔡政員 委員 他救過很多人 過去救過一個張安威小姐 他跟他男朋友在馬來西亞那邊 被殺 他把他救出來 後來他救了一個沈瑞璋先生 他是一個輪機長 被綁架到索瑪利亞五連東 整個船都被綁走了 他想方設法去救出來 沈瑞璋是民進黨的黨員 蔡政員是國民黨的政策位執行長 他有說那民進黨的民進黨 自己救 我不救 沒有 台灣人對不對 張安樂去救 他這兩天救出來 周天受害者家屬出來講話 這個人是一個女性的老師 單親兒子 單親媽媽 他說我的兒子 我出了事情 已經被他弄去柬埔寨 我怎麼辦 他去找民進黨 新北市議員羅文聰 羅文聰講說這個我怎麼救 他想說統促黨 在我們永和有個辦事處 去找他看看好了 結果統促黨 平常被他們抹紅抹罐了 接到這個案子就跟張安樂報告 張安樂說 他說我們要救他嗎 這民進黨每天在抹紅我們 他說當然要救 這是台灣人 哪裡還在分什麼黨派 所以張安樂就透過那邊的關係 一個潮州方的大佬 那邊就是有江湖的兄弟 就把人弄回來 我講 救台灣人是不分黨派 只有民進黨每天在考慮到說 會不會損害我的權威 我有沒有影響對不對 現在兩岸有經驗 我們的遺過不去 水果過不去 怎麼都 國民黨派了 國民黨至少有派人過去 對不對 夏立言在哪裡 結果每天被抹紅 陸委會天天罵他 你們做不到就不准別人做 那今天台灣有這種情況 民進黨看的是什麼 我就是媒體 我就是網路對不對 那你要看 你要講台灣的言論自由 民進黨這六年來 用集會遊行法的 週天立法院執行 所以你們 蔡英文這六年來 用集會遊行法 移送的人多了十倍 那你們過去都在講 集會遊行法不合法 在馬上就實在天天抗議 我老實講 台灣的社運團體 包括老公環保 婦女文化教育 這些團體什麼公開團體什麼 百分之九十九 是民進黨的走狗 他們只有國民黨執政時候 才會出來抗議 民黨執政以後 就拿政府的錢 每天在捧民進黨 這個國家怎麼會有前途呢 所以我看到仲介法 一哭無淚 你知道你賴你跟你 你朋友跟你爸媽的對話 政府都要管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 已經 不只要你筋肉寒殘了 你要跟人家講什麼話 都要跟他報告 這是一個讓人家覺得 匪夷所思的世界 遇哭無淚 袁織哥 你可能要先小心這個 終界法會不會 會 你有沒有看到最近 大家在網路上面 最喜歡傳的一句話就是 指言論 因為民進黨不喜歡 所以引非算出 大家要換這個大頭貼 對 這個是我昨天看 包括有一個網紅 他上傳一個 諷刺民進黨的歌曲的影片 聊天室刷得超快 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很反彈 包括年輕人都非常反彈 對 我先講一下Bump的事情 我認為這事情就是 Bump真的太厲害了 他就抓了那個吳釗蟹痛點 吳釗蟹你道歉 為什麼 因為人家把那個問題 把他講出來 你沒有去謝謝人家 那個Bump至少還幫忙營救 對不對 他做了你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理論上你應該說公私協力 我們感謝民間有這樣的正義人士 我們謝謝他 這是正確態度 你不但不謝謝人家 你還說他是以而傳而誤導國人 好像我們在外面的事情 都一片太平 都沒有Bump所講的 有人被詐騙集團困住的事情 解決點出問題的人 對 就是一直去罵Bump 結果後來不是 你今天外交部 他不是有說謝謝大家嗎 對 他其實不是真心的 那是為什麼 那是因為Bump在前兩天 他直接叫 他又拍了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直接連線 那一個在杜拜 被他救出來的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 把過程講得超清楚的 說他當初被困在杜拜 有跟當地的外館聯絡 外館完全不理他 還寫Email給他說 據我們的了解 當地的公司 是不會扣住你的護照 請你跟政府多 請你跟那個公司多溝通 我們的政府是這樣的態度 然後那個被困的人 又問那個使館講說 那我現在怎麼辦 他說你只能自己想辦法 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們外館的態度 然後結果 人家把問題點出來 你罵人家以而傳而 這個後來他拍影片 兩三百萬人在看 我看到有幾萬則留言 所以外交部受不了 被打臉成這樣 他只好去謝謝Bump 可是問題是 他謝謝他沒有認錯 剛剛吳釗燮還怎麼講 你知道嗎 吳釗燮還怪那個Bump說 你不要打擊基層士氣 他說我們要譴責的是詐騙集團 所以你外交部都沒事 你現在人家就是要告訴 你告訴大家說 你做了什麼 請你說明清楚 吳釗燮請你說明清楚 你不要閃 你都在幹什麼 我對吳釗燮也沒什麼意思 我對他的印象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叫日本的一個 找田幹夫說 我最親愛的大哥哥 不然的話就是 他常常做國防部長的事 接受媒體訪問 說台灣不怕打仗 其他你到底做了什麼 你真的務實的做什麼 講清楚 都沒有 所以還去攻擊人家Bump 民進黨的人 就是協助外交部 在粉絲太平 前兩天有一個民進黨黨公 更惡劣 網友是罵Bump的爸爸是黑社會 那個黨通直接罵Bump說 外表很醜陋 學歷只有社會大學 然後又歧視他的外表 又歧視他的學歷 請問一下 就算人家學歷不好 就算不管怎麼外表怎麼樣 人家做了你民進黨政府做的事 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你可不可恥 結果你現在還敢去笑別人 這就是讓大家網路炸鍋的地方 那個數位中介法也是一樣 你民進黨以前在野的時候 把言論自由講得這麼的神聖 價值這麼的崇高 蔡英文九年前的一段發言被挖出來 講說網友有權利在網路上發表言論 政府不可以管制 結果你現在執政了 權力的傲慢 開始要控制別人的言論 剛剛董哥說的 連LINE的對話 都要變成監控的對象 這誰受得了 PTT現在很 因為民進黨做得很爛 PTT現在很多言論 都是在反民進黨的 PTT講說這個數位中介法一過 PTT可能就關戰了 那以後監督政府的言論 我們都看不到了 又是一片本世太平 我們的外觀都做得很好 都沒有國人在外面被困住 以後我們社會就變成這樣 林志堅也沒有抄論文 是台大的問題 台大程序有問題 蘇宏達有立場 以後我們的言論都變成 這是我們要看到的狀況嗎 所以民進黨政府 真的太傲慢太囂張了 他真的欠Bump一個道歉 所以現在這個Bump 當然他有一些話 他是要吳釗燮出來做說明 所以大家也看說 到底吳釗燮你要怎麼樣來回應 休息一下 那我們再繼續回來討論